各位书长 各位同仁们 大家尚无好 首先祝贺袁隆兹先生的艺术展 其学术严调会圆满成功 并取得九兰的成绩 我叫高藤岳 是山东之伯的铺松岭的故乡 今天能由幸参加这次活动 十分高兴 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同时在这里又揭示了许多 新的老师 新的朋友 非常荣幸 通过参加这次活动 了解到圆龙兹先生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 就是一个标准的中华梅纳子 所以说我非常谦卑他 圆龙笑貌 像大姑娘一样 这真是川普我们中华文明的使得 他的艺术非常高超 他的这个成就呢 也是非常卓越 这是他坚持不懈 勤奋耿耘的结果 他的奋斗谨慎 也值得我们业界人士来学习的 他的作品既能坚持传统文化的延续 又能笼合中西方文化的创新 是一个引领艺术不如一个现得领域的事情 文化为什麽来服务的问题 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文化是时代的产物 弘扬和法战中华优秀文化实不可待 继承法战 继承法战 瓦角正立古老文化 也是文化工作者无法腿下的责任 在这里更希望 袁禄子先生 在家在理 带领书画家们 积极联合海内外艺术家 发挥各自优势 外民互建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供下自己的材质 同时也期盼海外画人和大陆艺术家们 以及海外各国的朋友 广泛交流 相互学习 共同探讨 创新发展 为实现世界外民大通 努力 为建设一个科学外民的地球村 做出应有的贡献 借这个机会 祝各位顺遂无物 借得所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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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